哇 漂亮 准度上来了 丁俊辉最讨厌的对手 塞尔比这一杆防守 左侧中带露球 直接进攻 漂亮 准度非常哇塞 这是2012年威尔士公开赛决赛 目前丁俊辉拿下本局 就将获得冠军点 这时候的塞尔比可以说 完全的不是丁俊辉的对手 在2011年实景赛 丁俊辉就是击败了塞尔比 最后在2012年的威尔士公开赛 再一次击败塞尔比 夺得冠军 漂亮 这一杆白球走位相当的细腻 下边我们就跟随了视频 来看一下丁俊辉这一局精彩表现 左侧中带 可以选择推上去 利用篮球作为 顶着一下 Mouse效果不是太好 左侧底带打不了 只能是打中带 销量非常准 绿球没有问题 外围还有四颗 中间的五颗红球 看似在一起 但是可以通过走位 将其一一化解 下边就考验 丁俊辉的围球能力 选择带了一下 但是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这一杆太准了 非常干的 再看一遍 这一杆球非常难 但现在在果然竟然 第十五个火候 第十五首 领先65 台面最高67 打进黑球 直接超分 这样 丁俊辉是率先 获得冠军点 塞尔比是不是有点紧张了 白球这个位置 可以说非常尴尬 大角度的地带 太准了 准度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顶住啊 宝宝又是给到 刚才这一杆 非常强势的进攻 这时候 定进会打球 看起来是如此的轻松 感觉什么球都可以打进 就跟年轻的沙马特差不多啊 不仅有走位 还有准路 只要是白球 能看到目标球 就在射击范围之内 就像巨强一样 漂亮 非常精彩的单杆破败 这局打得非常的霸气啊 台下塞尔比应该是看得津津有位 此前双方所打的单杆最高分 都是124分 那么这一局 定居会可以继续刷新 单杆最高分 130分 对手领先68 台面最高59 超了9分 这样局面 丁景辉没有认输 此时可能对手影响 自己是6比4啊 已经是晋级了 但是丁景辉会如何反击呢 我们通过本期视频 来一起看一下 对手刚才借球啊 就是跳得太高了 应该是没有将丁景辉放在眼里 让丁景辉获得上手机会 可以选择利用最后一颗红球 来做防守 现场观众也是保持着非常安静 为丁景辉祈祷 祈祷丁景辉 能够实现超级逆转 刚才丁景辉打了粉球 所以说现在是领先了11分 利用最后一颗红球 来做防守 如果能够实现一杆自由球 就非常棒了 看一下这一杆 效果还不错 如果是紧贴到黄球 效果更加好了 看一下对手的这一杆解球 哎 这机会 直接自由球 相当于台面上 多了一颗红球 这样分数足够了 但前提是 必须要全部较黑 这是2014年的一阴竞赛 卡歇尔 当时应该是5比1啊 获得领先啊 最后丁景辉 是连续的挽救赛点 看一下能不能将比赛 强行拖进决胜局 卡歇尔是亨得利的外甥啊 但是很多球迷都说话 说卡歇尔 非常的像火箭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关键走位不到位 卡歇尔现在是仰天长探 能不能做到 应该是做到了 小伙子解球觉得不错 完全不落机会 现在对手应该非常紧张 小脸腾红 哎 来了 咖啡机后边 应该可以打到 但是没有下球点 嗯 又是可以打到 卡歇尔曾经在市井赛上面击败过火箭啊 实力还是有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届的市井赛 这小伙子的准度啊 长台准度 还是非常棒的 哎 这球 阻塞中带 有没有落机会呢 还真的可以打 打薄了 但运气不错 被黑球短刀 好球 这一干坐上 右侧一裤 来清天 保证不落球 哎 小伙子别哭啊 对你回 还没欺负你呢 哇 这一干 没想到直接低干发力 白球遮回来 成功衔接到咖啡球 现在球迷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可能是终于看到翻盘的希望 关键时刻 白球走位也拉少了 本来就很难 还需要架干 漂亮 非常刺激的单局逆转 很笨